二战日军投降现场照 最后向美军递交了军导,选择了投降 照片拍摄的是日军在香港投降 一名日本军官在枪口下站的笔直 他将被关押至战俘营 随后根据其战争中所犯的罪行进行审判 照片拍摄的是日军关押英国和澳大利亚士兵的战俘营得到解放 在一名日本士兵的后面 英国和澳大利亚士兵从战俘营中排队走出 一脸笑意的看着曾经战俘营的看守者 照片为日本投降后被收押进监狱的东条英机 在被逮捕之际 东条英机企图自杀单位成功 在医院接受了治疗后 他被送入监狱 等待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 照片为日本投降后 曾经被关押的美军战俘被释放 日军看守者在战俘营大门前鞠躬之前 此时日本 日本已经投降 从侵略者的角色转变为投降者 日军士兵的态度 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照片为二战末被关押 在关岛战俘营中的日军士兵 在得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 在铁丝网里面的他们低头默哀 照片为日本投降后 被趁之为马来之虎的山下奉门向美军投降 后被移送至菲律宾马尼拉接受绞刑而辞 照片为1945年9月2日 日本代表在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